好啦好啦공就不等了 大變成了 好我們剛剛講到酸予了 酸予 vikt holidays 已經是透氣污染 次上最多 還有其他的東西 我們汽車在燃燒 氣壇裡面還有一些硫� Tool 汽油裡面還有一些硫的成分 所以會有二氧化硫edge產生 二氧化硫瘱一樣 經常是空間都有水 الت fazendo 會 khác como debpo 在進入進種類型的硫磚 它一样会产生那个酸云的现象 所以这些非金属的氧化物跟水结合之后 就产生酸性的液体 那所以液体掉下来就酸云了 很简单 好 怎么防办 怎么避免 多大大大大大大 就减少使用气质 那位同学跟移动 我们在上课 妳在干什么 我自己都是 Bart 妳有在听吗 妳一直有注意攻向 一直听吗 没有 我有听真的 你刚说 jeg бы想减少那个 PM2.5 我是啦 那就是什么鸽养化的 就多大大中日 但是只用shipge 有多大大中日 就是减少 host 减少燃烧 就最简单的减少燃烧 煎草拿到很多东西啊 比如你家里没有事不用一直开瓦斯嘛 家里没有事不要一直烧东西嘛 没有事不要去烧稻草嘛 这些煎草来到 甚至现在最简单啊 很多庙 他应该讲我们煎草有烧金子啊 甚至像那个什么 台北有个龙山寺才是哪里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不烧紫钱了 青天宗嘛 青天宗 青天宗对 不烧紫钱啊 不烧紫钱 因为你燃烧紫钱 你产生的那个肺炎是很大的 现在开始慢慢的进步 像我那边去一个廟伴伴 他就想啊 哎基本上我们 学校少做黄栅 嗯 学校少做黄栅 黄栅栅跟这个百花费一起 有 哦 因为那种可能都刻一点一大把符 然後再壵了 好好好 送回憶 那麼刻意點一大二閥火 讓你們小教會就看到 其實他們產生菸不測慎生活 你知道產生菸我們有別的方法 裡面驗好 這是學校老師化起來沒有學好 好那我們以後再聊 其實減少費氣 這樣你人家講說,因為現實的需求 有時候不得住還是要做 obligation 因為是人冷安全 vídeo 你要熟悉嘛 但是要真的有演習效果 那減少大動育出 減少燃燒 不是 增加大動育出 減少燃燒 這是最主要的減少背氣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是背氣的處理 像大型的工廠 它產生背氣的時候 經過背水處理 背氣處理 它就可以減少專業的精神 這都是基本的 好 其實這個部分 背氣處理剛剛解釋過了吧 有概念嗎 有概念嗎 沒有概念是嗎 不然大家就突然是正常的 末日 末日 好 好 那水汙染怎麼形成 水外 水汙染啊 就專業調到水裡汙染 專業調到水裡汙染水汙染 水汙染 我們剛剛是不是看到那個排氣的處理 排氣處理完之後是不是有被水 汙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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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聽過我剛剛講汙染水處理的可以 就是你能把一些淋膠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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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粒子 先變成大塊的沈下去 沒有做這些處理的話 你先盤到水裡去 它就廢水 而且殘有重心肌污染的廢水 那之前有那個什麼 配五菌啊 它們有殼汙染啊 產生那個烏角病 產生那個 烏角病 烏角病 因為 這個 它這個米裡面還沒有殼 你吃進去之後就產生烏角病 就會造成很大的一個健康危害 真的有次來的 泡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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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到水中間 泡到水中間 污水處理 要做污水處理 就這麼簡單 所以一般在工廠都要做污水處理廠 要做 背氣處理廠 那這兩個都是要做 那現在我們 汽車的話 所以現在汽車我們就法國就先進去 你該盡心排放的背氣可以經過檢查 對不對 所以每年機車都要去 機車 汽車都要去減驗 就是驗 驗你的氣體排放量 就排到最後一個收高一點 不擔當指摑檀 還有排流 它整個驗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有多少燕 就排到最中高燕 不是這個問題啊 那有閒人他那沒關係啊 去處理污染 所以很簡單 我幹嘛可以最多快點 你的不合格 我就不讓你開啊 是不是最簡單 我可以兩個都做 我幹嘛兩個都做 你看不合格就不讓你開啊 我幹嘛兩個都做 我可以煎到污染嘛 對不對 可以照車子的存在 這樣就不讓你開啊 那當然開車 開車假證是合格的 如果是電器用車 或是合格的 車輛排放 那你沒有油狀在開啊 所以你還是要檢查 檢查不過有油狀在開嗎 哎呀對 我要問你吧 車雕落空洞水 讓後面那個 那個名字 看你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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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意思嗎是不是 蛤 它那是水溶液 水溶液 它跟水溶液 融在一起 它一起是炭酸 好 你再喝一杯看 現在沒有吧 現在沒有吧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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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的這些問題當中 有沒有天然的空氣污染 有沒有天然的空氣污染 牛皮 或者火灘爆發 或者是牛溫泉 它產生了那個什麼 那個 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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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果摺 像剛剛講的你說養牛 那養牛是我們養才會有大量的問題 如果牛在自然界 它形成污染很不容易 因為自然界的牛是它反而就分散 要看了生命大火 生命大火的產生沒有錯 那這幾乎都沒有 失敏 失敏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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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產生一點 污染 當然會啊 會產生被棄 是啊 這是天然形成的 這量都很少 這量都很少 你跟人類比起來的污染太大 超很多 所以基本上我們今天要真的 最大 最環境到的最大問題 就是人的問題 所以有人說 人是世界之癌啊 就是地球之癌 人啊 因為人現在造成太弱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 如果說啦 有個說法 如果按照比較宗教的說法 我們在不懂的自我節制 不懂的自我節制 是當地就死亡 對呀 你在不懂的自我控制 你就接下來就要面臨很大的災難 那所以 我們要開始慢慢去思考這問題 我們要怎麼去避免 事實上有人說 我們要環保救地球 是救人類 對 其實不是救地球啦 地球沒有人 他是活得好好的 地球都沒有人類之前的幾十億年 沒有像有問題嗎 沒有啊 如果再過兩千年 或經過兩百年 地球的人都死光了 地球會有問題嗎 不會 他不會啊 他在陸續船 他不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講環保救 我們救地球 環保子要救人類 我們要救人類 對 環保子要救人類 因為再一點點的 溫室氣體的 再多一點的溫度的上升 南極洲 隔離南 上面的冰山全部融結 地球的水面好像上升 六十幾公尺 我們全部都去找亞洲 不用全部去找 其實我們台灣還啊 台灣這山最高也是三千多公尺對不對 我們比較好一點就 我們比較好一點就 南極洲高拳 你像陸在清水這邊不錯 清水這邊海拔兩百多嘛 兩、三百 所以這間絕對會淹到水 但是羅東跟宜蘭可能就不見了 所有人都擠到這邊來了 對 想說那邊買塊地還不錯 等那個整個水裡面上升之後 我們這邊就還 就馬上去地就很貴了 我們還在五零 五零 你們都討厭五零那邊 我們旁邊就有一條紙紋窩 那如果我們就上頭 然後可能就有一個紙紋窩 我就灌回來了 不會啊 我們旁邊就一條紙紋窩 那兩個怎麼會灌回來 我們解釋一下 這是地座山 這是海裡面 水呢 這是河朵乳 這是海 那水從山那邊往下流 那海裡面上升到這裡 這邊會嚴重嗎 不會 我不是想說 他那邊那條紙紋窩 我問你好了 那我要上樓嗎 他沒有上樓 這個上樓不是說所有東西都上樓 為什麼所有東西都上樓 他還是往下流 所以有一題叫做 湖末或是海 我們講到海是最終的沉積 沉積點 這應該是最早的同學 這已經寫錯了 我要解釋一下 我們說海裡面是最終 什麼 沉積的那個終點站 那個是什麼 最終青石 最終青石一面 為什麼就是跟它 青石一面 不是因為海很大 可以輪到沒有水 你什麼意思喔 那到那裡就不在 對嘛 到這邊就不會再流動了啊 這海裡面這麼多 水流啊這邊 它就進到海裡 這高度是一致的 它就沒有流動的問題 它的堆積就開始在堆積了 這就是 那個 沉積的基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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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邊就是對勁 它就不會有沉積的效果 因為水 基本上就不會有 那種向下 急流的問題 喔 太準了 開始打到鼻子 你瞄準的是鼻子 對不起 我現在忘了回去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下老師起來了 下老師起來了 你臉被擦了 你昨天電影已經看到了 蛤蟆 蛤蟆 在墮落嘛 多啊 10點而已 然後 20 我走的時候已經10點 所以我們現在 真的要處理的是 人類的環境污染的問題 那很人類環境污染 目前造成最大最大最大的問題 所以你說觸覺 因為人體問題 人體問題也最大的問題 所以剛剛講的 控制污染 現在發現更嚴重的問題 叫做溫室效應 溫室效應怎麼形成呢 有 有碗類 碗類 碗類 然後 它會 吸熱 不是碗類啊 我那個排法是 那眼花灘 喔喔 它會吸熱 吸熱 可能容易吸熱啊 是這樣子嗎 不是啦 是說 溫室效應 它會飄在天空中 然後 反射 是反射 反射 反射陽光 好 這是陽光 沒有辦法反射 是不是 這是灰水 大氣 這是地球 我們的陽光 卡進來之後呢 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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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到地面 放在那邊 反射一點點 對 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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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被洗澡嗎 對 但是呢 空氣中的空氣跟空氣中的水氣都會吸收熱的 那我們講故事清理通常來講 它是讓你的空氣吸收大量的熱 它才會想要燙完心 通常有甲烷 有二氧化的溫度 用統計過去的溫度 整個全球的溫度 發現說我們的溫度跟二氧化的含量 它就這樣有關係了 我不能講故事清理 是有關係的 有關係 你以後就大概有長數了 不當然是大概長數的問題 它其實是比較不大問題 但是它是有關係的 你二氧化的越多通常代表它溫度越高 二氧化的越少 通常代表它溫度越低 通常是有關係的 所以呢 但是我們發現呢 我們地球的環境上是脆弱的 所以有一部電影像正負二度C 你多個兩度啊 基本上這些冰山就要弄你的光 地球就毀了 那不只當然是這個問題 地球會毀了 地球不會毀了 只是人類就毀了 多個兩度C之後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這邊乾的地方 它越乾 沙漠化 水跑去哪裡 水要跑去哪裡 不是跑去哪裡 本來在下一個地方 就下更多的水 懂意思嗎 這個情況沒有 本來就不乾了 它就不乾了 就變越乾了 本來在這個極端化 本來下一個地方就下更多的水 所以你看這層面 它會水基本上下的就是 很多就是淹水喔 就是漆水喔 所以踩不到 所以踩不到 踩不到 踩到哪裡了 踩不到 所以我們這個温室效應的問題 要解決 温室氣體 最後温室氣體能大 所以如果我們減少氧化的采放量 就是充實在場 空氣溫暖 水溫暖 酸油問題 減少氧氣體的問題 氧化的濃度 所以現在喔 要動起來 所以這是很多方法 現在講的二氧化碳是我們觀眾的時候 實際上全世界人都研究 很多人在研究 二氧化碳到底什麼消除 有一個簡單做法就是剛剛那個 中樹喔 中樹喔 中樹當然是最基本的 但是現在人類佔據太多地方了 所以把人類乾了中樹 或者你去馬面造成這樣中樹 現在我們是人太多了 好 二氧化碳的一個做法是有人講說 我就直接把二氧化碳打到深海裡面去 因為海的壓力很大 因為石碑也不錯 欸 不是 因為石碑也 它就變成 就在沉在海裡面 就沉在海裡面 那邊的魚 沉在海裡面 沉在海裡面 那個山的魚密度太低啊 所以 所以沉在沉在海裡 對不對 但是它稍微改變它的位置而已 因為這打進去 比一山相當的兩山少了 一打到馬尼塔的海溝就很深很深 好 如果有辦法做 這是一個方法 然後別的方法 種樹 打進海裡面 然後什麼別的方法 冷凍啊 冷凍怎麼做 就把它變成乾冰 封起來 把它變成乾冰封起來 冷凍 它们说先是冷,然后再压缩 然后它可以 我记得它的转弯度可以到1.1 就是100mol 品积会减少1% 会减少1% 会正常1% 干燥当然是这样 冷凍绝对是可以做的 但是冷凍又消耗的量 可能是蛮多的 所以我们想办法处理二氧化碳 现在很多种方式 还有人说我先记一下 我听过一个最有趣的做法 最有趣的做法 有的 现在我听过最有趣的处理二氧化碳 做法 他去讲十位 刚刚讲十位 是之后 最有趣的做法 我听过最有趣的处理二氧化碳 十龙讲十位炎 他是类似十位炎 因为十位炎本身就会吸收氧化碳 所以他有的做法是拿那个炉渣 炉渣是要什么东西吗 比如这样 我们的锅炉炼铁 炼完就有些炉渣 有些废弃的炉渣 之前有人把炉渣买在那个 买在什么 台南跟 台南跟高乳酵 那地方是美濃 他在美濃 他在美濃中买一块地 就把地给他们的土 拿去卖掉 然后前染做炉渣进去 他再把它盖起来 结果那边水排出来 下大雨之后水 空那边剩的是黑的水 碰到就全能发氧 他就非常恶心 那个炉渣 他是很多东西在里面 那 他把那个炉渣拿去做装块 我听到我朋友讲 他说他有工程度 他做什么装块 而且装块很特别 空气进入他的时候 二氧化被吸收 为什么 因为他本身 可能有些什么 他会吸收二氧化碳 他会吸收二氧化碳 所以他本来的做法 是为了处理炉渣 就听到他拿去 环保展的时候 很多欧洲 可能跟他买这个装块 他拿去盖房子 所以房子自然 让他吸收二氧化碳 好不好 太好了 所以说 这种二氧化碳 处理的方式 技术很多 大家都研究 那我看能动方法 技术多的所谓的能量 你能动 减少活力发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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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光是减少活力发炉 你要台湾 用什么能 用什么能 那我减少用炉 其实 要减少活力发炉 真的很困难 目前台湾 不用 台湾有七层 对 台湾有七层 用活力发炉 用台湾马上 大家都不用炉了 所以最简单 你要讲说 我强要好好的用电 那你用 又 怎么讲 其实刚刚讲 合成这件事情 我说 我今天有个想法说 你要喊 废盒的人 应该先体会 不吹冷气 整个项链不吹冷气 中间不用暖气 你有办法抓这一点 你再喊废盒 一拳槽的 如果没有办法 讲废盒的人都骗人 我觉得 你光是要用能源 但是你不容易去面对那问题 真的是不太可能 但是 但是合理 目前在台湾游戏里政治化 我们很难想说 到底合理 还是合理 所以没办法 你拼盒的人 如果是太小伙子 那是哪 那谁要说 不是啊 我认为应该说 因为那个 中国古代 他会认为认为 测试不讲乎 只要怕上脚 在那边反而反而 这样就直接叫合六 对啊 直接合五就好了 跳四六四四 OK 好 那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今天网站看 臭氧 臭氧尘 大家都知道臭氧尘吗 菠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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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氧尘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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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生物演化 占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 出来才代表 那个有 陆生动物没有错 痒 痒 臭氧尘有什么好处 臭氧尘有什么好处 对 当 排里面产生生物 当排里面产生了 可以提風合中的生物 慢慢的产生物 然后呢 那这氧气量很少 可从我来解释 氧气就越来越多 痒 似 對啦 早累 早累 然後發生氧氣不會說跑到水裡去 它會弄出來啊 太多就弄出來啦 所以海裡面 這海裡面的生物開始產生氧氣 氧氣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多到一段程度 臭氧就真的多了 臭氧成會飄在平油層那邊 會飄在南北上 然後呢 臭氧成形成之後呢 我們就擋住宇宙的強烈的射線 尤其像太陽的光線比較強烈的就擋住了 這個高度比較短 擋得住之後呢 開始齁 六正杖打到岸上來 再退回去 打到岸上 所以一開始有些生物呢 它可以習慣岸上的生活 它慢慢演化成陸生生物 以前陸生生物 養陸生為什麼 因為它上來被陽光一到就死掉了 被陽光一到就死掉了 可是慢慢的臭氧成形成之後 臭氧成到以前的程度的時候呢 這陸生生物開始可以活下來 它慢慢演化成功了 就開始成為陸生生物 所以氧氣的形成 跟於臭氧的形成 是陸生生物的發生的源頭 就臭氧成它陸生生物 非常重要 然後呢 然後呢 後來發現 我們發現說我們人類 因為到後期啊 大概也沒有很遠 大概在四五十年前開始 我們會做一些 柏林湯溝溝的東西 可以做什麼 柏林湯溝溝最主要是跟在冷煤 插頭筋 插頭筋 插頭筋是其次的 不是插頭筋 它主要用在做冷煤 冷煤是什麼 冰箱用的冷煤 對 冷卻筋 冰箱的冷煤 就是用這個火力當勾 收紙 收紙的冷煤 對 後來發現這個冷煤 但是它改一下 後來就改一下之後 它可以做滅火器 而且這個叫海龍滅火器 後來最終是海龍滅火器 海龍滅火器大量的生產 或者你用海龍發現這種海龍 它可以很容易滅火 比如這邊火災了 火災一噴 它流過去 它流過去火源那邊 自動把火災掉 而且滅完之後呢 乾乾淨淨的 你不會有傷害 你如果噴水 就這邊就死掉了 假設這邊是電腦室 有八十台電腦 一噴水 八十台電腦水 對不對 那所以你用噴海龍這種乾淨 最開始大家都做海龍滅火器 很多海龍可以做出來 那做海龍之後呢 後來發現說 因為那海龍會破壞臭油 而且是嚴重的破壞臭油 那怎麼辦 不用 就不用喔 所以在這個 有一個公約嘛 蒙托裏公約就限定說 海龍會破壞臭油 對 那個海龍議定書 對對對 現在進去議定書 講這個樣嗎 蒙托裏 是蒙托裏議定書嗎 還是蒙托裏公約 我就是公約吧 他找了起來 OK 沒關係齁 反正在那邊定定說 以後不能再生產海龍了 全世界海龍呢 就要做短置 你家裡面有100公斤海龍登地起來 你家裡有300公斤海龍登地起來 不能再多了 只能用掉 你只能把那些用掉 就不能再生產 限定不能再生產 不能再生產 不能再生產就出現問題 那一段時間出現問題 第一個 冷媒哪裏感 冷氣裡面有冷媒會動嗎 不會 不會動 所以大家開始發展新的冷媒 新的冷媒 有來現在都是新的冷媒 有辦法出來 所以我們的發展還是快的 好了 所以海龍呢 破壞蒜耳塵 破壞蒜耳塵之後 生物就容易滅絕 所以他們真的很好睡 對 我十點如果離開 他們房間 他們房間 他們房間要睡 他們房間 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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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手機嗎 那會點多睡覺 那邊我晚ха 跟遮瑪這遮瑪 比較好 那邊 好了 不要把我的手機 他都付我手機的東西 好 他先死 我把他腦都掉 阿 痛苦 好 好了 倒是一憶 好 海龍 所以我們要把海龍給消毒 最簡單的問題就是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禁煮脫離的方法 它因為海龍很便宜 那是做很多車的海龍很便宜 那海龍它是很容易從液態變漆態的東西 所以你剛才有清潔劑 或者是很多把雕 噴霧 裡面都放海龍 為什麼 你那罐子裡面 以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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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把它噴出來 你不要放高藥的東西 它才噴得出來 所以高藤的產妝 可是現在狀態的人講 我先把清潔劑放進去 或是把一些 把那個法雕的液體放進去 再放一點點海龍蓋起來 海龍那時候還是液體 可是它蓋進去之後 慢慢它就變成膩脹變了氣體 氣體就產生壓力 它就變成很容易噴出來 所以那時候很多的那種 沒法用的餅裡面 都是放海龍 把它很容易處理 所以就照顧大家的路來 所以沒法用的餅皮 它其實裡面好像也活 但是那些髮膠可能是會 點燃 海龍是滅火器 可是那個髮膠是可燃物 所以你很難講 它該不會可以滅火 可是... 太燃機算多 對對對 不一定 像沙龍機也是 一燃物 它可能會冷 然後... 眼睛是真的 好了好了 可以解救它了 OK 我們再講兩個問題 我們最後講兩個問題 哈囉 有一個是羊油跟聲音 羊油跟聲音 其實跟人類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以前沒有人在研究羊油 事實上後來發現說 有一次不小心 我聽到故事跟客本人故事不一樣 客本人是說 他運送那個球鞋 那整個貨櫃掉到海門去之後呢 結果隔離多久發現說 全世界各地都有 海邊那個 他都去球鞋 那我聽到的故事不是 我聽到故事是黃色小鴨 是一個 貨櫃裡面裝滿了黃色小鴨 他不再... 掉到海門去 掉到黃色小鴨 就順著羊油到處 然後... 那好像是... 一直... 一直... 對... 後來才開始有人在研究羊油怎麼流 他有很多羊油的研究 那羊油是他對人類來講 非常有功能 他主要的功能是什麼 補於... 是啦 調節溫度 調節溫度啦 你沒有羊油沒辦法調節溫度 沒辦法調節溫度 我們的氣溫變成極端氣溫 裡面很冷 南邊很熱 翅膀裡面很熱 你靠羊油來調節溫度 調節氣溫 所以羊油非常重要 那羊油同樣的就會帶來 所謂的語論問題 所以我們解釋一下 在地球旋轉的時候呢 看到所謂的中性風帶 你知道什麼中性風帶嗎 現在要轉身一片 這個角度 啊 身一片壓 我們地球的遊戲像中斷對不對 這樣斷 這樣斷 所以空氣在這邊 空氣轉的沒那麼快 所以人會覺得有風在吹 有從中間吹過來風 所以要中性風 為什麼中性風呢 以前呢 他們要從 就要從美洲 要寄信到 寄信到波動 因為我們人到美洲去 就是他們不是那個 到美洲去活動 他們一直從前過來 一直要趁著中性風帶 你的床會跑得特別快 他為了送信 因為他delivery 因為以前都傳傳嘛 他送信 所以他叫做 東西風帶 同樣還有西西風帶 就是你可以 變成會傳到 會傳到比較快 東西風帶 那東西風帶在走的時候呢 很特別喔 旁邊會跑的 華士達 好 假設呢 這邊是什麼 這邊是 亞洲 這邊是 美洲 中性風帶怎麼吹 從美洲 從美洲 向你吹過來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波動 這是美洲的地 這是亞洲的地 所以中間是什麼 海 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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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是這樣吹過來的 風這樣吹過來吹什麼 你把這個水 往這邊吹成斜的 這斜的化什麼 這吹成斜的 所以 這個海平面事實上 不是平的喔 是斜的 這邊比較低一點 這邊比較高一點 因為水被吹過來 水被吹過來之後 請問這個水會怎麼流動 水怎麼流動 你是往 是往溪還是往中流 是往溪 水是往溪流 對不對 水是往這邊流 水往這邊流 這邊就沒有水了 有深流 水就從底下滾上來 請問海面的水比較熱 還是台底下的水比較熱 海面 海面對不對 所以台底下是冷的水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氣候會怎麼樣 比較熱要比較冷 熱 要比較冷 因為上來的水是冷的 上來的水是冷的 所以這邊比較涼快 然後呢 這邊的水上來了 請問海底下是什麼東西 有機質 一堆雨石叫做塵在海裡面嘛 所以這邊是有機質 所以有機質會順著永生流飄上來 所以這邊很多有機質 有機質 有機質 魚就跑過來了 魚就跑來吃了 所以這邊就是魚場 這是正常的現象 正常的現象 好了 後來發現說 大概每10年到2年會有一次聖英時期 他們叫聖英齁 因為剛好跟那個 南半島那邊他們有一個活動 是零聖英的活動 剛好季節很相近 這一時間呢 東信風舔弱 魚場消失 東信風 舔弱 我剛講的正常現象 現在東信風舔弱了 怎麼辦 海邊不夠斜了 海邊就變得不夠斜了 海邊變得不夠斜 就一點點斜 永生流降低 永生流就舔少了 魚就不見了 然後這邊就變熱還變得 熱 就變熱了 所以聖英時期呢 在南美洲這邊的沿海 會變得 西邊的沿海會變得比較不濃 空氣會變濃 那我們這邊呢 變稍微變冷一點 因為沒有流過來 所以在聖英時期 聖英時期這邊魚就補到了 好了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 反聖英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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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空氣熱狂 變強 變強 海邊超斜 海邊就超斜 然後呢 永生流變更大 魚就更多 對不對 那這邊就變得更冷 對不對 這邊就變熱 好 OK 就是聖英和反聖英 像你一點嗎 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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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 就是一體的喔 冷的時候就很冷 熱的時候就很熱 那你說到底聲音還是滿聲音 我覺得是效果的 可以查查看 查查看 我們要評估什麼來當他聲音又滿身 如果你要看聲音又滿身 所以你要看 看踩裡面的高度 所以簡單要看踩裡面高度 看踩裡面高度 可是因為現在氣候的影響 溫度的影響 不是 這個聲音通常是一個長時間的影響 就是說多長時間 這個時期是叫聲音天下 這個時期叫反聲音天下 可是你看我們這邊的天氣 變色跟變冷就是一天就變暖 對吧 那個東西跟聲音不太有關係 你要講聲音或反聲音要看長時間的觀察 或者一個月或兩個月的觀察 這個月的氣候 跟去年這個時候的氣候變得比較熱 我們可以說可能是反聲音天下 這個節這個季節跟去年的季節比起來 不要冷 你會說可能是聲音時期 你可以這樣講 但是你不會說今天變比較熱 所以今天是反聲音 明天比較冷 所以明天是聲音 沒有這種概念 因為東西我們不會馬上說一天就變了 不可能 這樣有概念嗎 好 基本上我們就講完對不對 講完 真好 所以 有什麼問題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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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那個 其實我們講永續經理 永續經理 最簡單就是剛子龍講 我們真的就是大家想到的 節約用電 那節約用電動同氣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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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當然 拔掉了 我覺得 如果你瘦了兩千塊之下 你瘦了兩千塊之下 你瘦了兩千塊之下 就拔掉了 最近有一個很紅的影片 你看過沒有 在網路上被覆蓋 一個人在那裡有反 你還沒想到是什麼 你媽媽也不會 學著 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就是保特皮 都在那个... 畜生产品 会啦 风推过来的时候 然后呢 它会伤了一手 它会被给集中嘛 这样变得比较快 然后就变凉 那为什么这边集中都变凉 为什么集中都变凉 为什么集中都变凉 我们在腿第一个是干凉 压力对的 这边压力比较大对不对 对不对 压力比较大对不对 压力比较大 压力比较大到压力比较低的地方 这空气会怎么样 是变了 不是啊 这怎么样 从压力高到压力低 空气会膨胀 你从高压空气里面 噴出来的空气是 变大还是变小 变大 因为这是压力低对不对 高压空气压力高对不对 噴出来的空气就 就膨胀了 空气膨胀会怎么样 会吸热还散热 膨胀会吸热还散热 吸热嘛 记不记得我在打气 不是 把高压把空气压成高压 再放热然后变烫 出来直接蹦出去 它从高压变低压 然后变冒烟 冒烟变冷 所以同样的 我从高压擴散 它就像四面八方擴散 它就吸热 它就吸热 它就把周围的空气都稍微吸走 所以会觉得凉 在这个影片上 他有做个温度器的实验 他说温度器放在这边凉的时候呢 会发现这边的空气跟外面的空气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呢 老师说我是怀疑的 来 靠身 保和平 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实验 很好的实验 所以我在 我鼓励大家 如果你能这几个实验来 证明这个东西 对了 我证明他 错了 我可以争取学校 出一点点钱 出一点点钱 我们不要每次像某老师都说巨额奖金嘛 这个巨额奖金到底有什么巨额 实话实说 我们出一点点钱 鼓励大家来做这个实验 很简单的实验 你们都搞得很简单 有人说巨额奖金可以 我出巨额奖金好不好 鼓励大家 那百元以上 当然有啊 那千元以上 没有千元以上 那我做不错 没有 可是不错哦 希望你做这个实验 最大的帮助是 最大的 我只想两个 我可以帮助他 不见得哦 老实说 我觉得他的效应有限 但是你要设计这个实验 才能证明你的说法 所以你要怎么设计 所以你要设计实验 如果市面前都做 大家 宝乐平都 市面前都做反而没有效果 那人都担面了 为什么 一般那场的空气 如果这样吹的话 你那边墙都没有用了 哦 空气这样吹 对 而且这样吹出来的空气 你来保护这边要放什么 放什么姿势 对啊 小狗朝里面朝外面 朝里面 小狗永远朝里面 小狗永远朝里面 因为小狗朝里面才可以把空气 打室内的速度降低嘛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哦 假设这个窗户全开 风能吹过来 不用把这四面窗户 全部用保护那边堵住 想象中哪个里面有比较两开 全开 我也觉得全开没有两开 所以我对这个实验哦 我心里面真的想到 真的有用吗 如果全部都把窗户全都保护你 保护一下 我们下午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把瓶在里面 下午的时候有 下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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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开窗不就是 你给我跑进来了 那你会把瓶盖盖盖起来 就关门了 那你是手要紧吧 停停停 那个子龙已经跳蹄了 我们不管这个事情 我们先管这个有没有效果 有效果再来解决雨的问题啊 雨的问题都是简单 就是怪不发达 其实我要讲 事实上我们要讲说 这个二楼要下坤 最有效的方法 我记得很讲实验啊 都不用做什么 所以如果有保特瓶就丢到三楼去 丢到三楼 就丢到柄 就丢到柄 就是完了保特瓶 就丢到柄 就是把罐子打开 我们讲过 决策最有效的东西是什么 白色 最好的决策的东西是什么 做做的 是空气 保特瓶里面都是空气 所以我说那个屋顶上 装满满的保特瓶 它就像是一层薄一种一样 它就得温了 然后呢 我再保特瓶里面 再装一点点水 水它会蒸发 蒸发车会带走热 它蒸发车会带走热 所以它又可以更加热 所以你要丢保特瓶里面 放大概 20公克的水 20cc的水 一点点水 然后丢到三楼去 我们可以先拿靠去那一天 做实验子往那里丢 拿靠去那一天 那一天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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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我们去做先看 蒸焦什么应该 蒸焦汁好热 哦 没有 煮熟室也可以 煮熟室也可以 我今天心想讲一下 我们就 拿一间教设的屋笔 然后把它圈起来就去 因为它们有时候在桌上工作 走来走去 你对保特瓶它不好注意 但是我们就跨了一个区域 那个区域就给它推保特瓶 你知道曾经在那个 绿坡 台北绿坡有没有去过吗 有 台北绿坡有一个能源屋 整片墙都放 整个房子就是保特瓶做 盖了 它墙的就是保特瓶可以隔热 你是记得花朵的 哦 是花朵 是绿坡的 哦 这是那个 螃蟹的东西 平时这种很有趣啊 平时重做 但是那个 其他这种又反对 反而是环保 他不应该这样做 要重做 对 他把保特瓶 大小多小 对 他把保特瓶做 其实如果他真的做 他应该鼓励大家 我事实上想过 假如 把保特瓶 保特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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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特瓶生产成正方形的 保特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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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公斤啊 那我如果生產成這樣是這樣的 我把它拼貼在整個屋頂上排 馬上就合溫了 對吧 我應該去提個計畫給那些做飲料的墊 飲料做 不是啦 鋁箔包就可以了啊 鋁箔包可以啊 鋁箔包可以 但是鋁箔包會變形 鋁箔包沒辦法氣膜 你看我這個喝完把它蓋起來 鋁箔包放在一邊 那種賣箱很大的 那可以蓋起來的 那種賣箱 那講那個就可以了 大型的 那不用來灌那個鋁箔包 那應該是可以 但是相對 一樣卡跟做凸點 但是那個東西有個缺點就是 它可能沒有像寶樂餅可以放20年30年 寶樂餅永久不爛 加醬汁在乎的水 其实不会 它说话经常是固执的东西 不会跑掉 如果先加水 有时候还能溶 会啊 还会有效果 它里面 我现在这个饱个饼里面 我如果放一点水 我晒太阳的时候它水会蒸翻 水蒸翻会凝结在上面 上面是跟空气带走 它又会变水流下 可是这水蒸翻会就带着热 它带着地板的热 它带着地板的热 所以如果放一点水 我估计它效果更好 但是这一定要做实验 所以铁铁器有一个 这个实验可以做 大家如果愿意做的话 这实验甚至我觉得都可以做磕盘 做磕盘就应该可以拿磕盘 因为它非常環保 现在是方法医生排行 我们做好的话 都可以拿磕盘 好不好 愿意做的话 大家踊跃 踊跃 我跟你讲不用踊跃 我们这边每天饮料一堆 你要把这饮料罐收起来 就一堆了 就近这种 好 好 愿意做实验的找我一样 我们好好做个实验明天 心愿意看看这种 我心愿意要玩 那OK 曾经有个同学跟我讲说 有个奖项 都说 等我有实验再来做 我看这个回答就是 他大概不会做 因为他永远没有实验 谁 我不知道 是我吗 红红 哈哈 我就知道 小红红 不是大红 是小红 所以我觉得 大家可以试试看 因为我觉得很多 很多东西是你生活上的 一个经验 那我们现在应该讲 最发展 那除了我们节省用电之外 大家鼻子鼻型 我应该要知道 灯关一关 把电风扇关一关 再走 那另外一想办法 去让这个环境更凉快 我可以减少一些 减少一些 便宜的使用 假设房间很凉快 我也要去电风扇 对不对 你知道吗 我每天撒水 是非常不宽快的 每天撒水 是非常非常不宽快的 好 那撒水没有马达 没有马达 从前又是 有点压力 所以水很压力 但是你知道 一定要撒到什么 只要撒一个下午 大概就撒到一两吨的水 好 一两吨的水 那水之眼 讲过了吗 水之眼 很便宜 很便宜 台湾很便宜 台湾自在水多 很便宜 一度水在一两块钱而已 但是 我们真正知道 水之眼是宝贵的 好不好 所以 如果我们可以想办法 把这些资源成效 也不错 就是 我没有办法让这个环境降温 我就不需要上水 这环境降温之后 我需要确定温在 不需要 是不是这样 OK 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事情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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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下课了 几点了 有没有下到下课 没有 刚刚好 刚刚好 可以控制的时间 控制自己太好了 好 下课了 你下课就行了 啊 不要 有没有下课 有没有下课